捷运万大县施工新北市中和道土城 连城路往来金城路的方向 进入了交通黑暗期 为了解决施工的塞车之苦 还有兼顾道路安全 里长以及地方居民提出了 要打通中和和土城之间的替代道路和城路 连接上明德路一段 立委吴奇明和地方议员里长等人 会同了相关单位进行会刊 未来施工势必一定会造成一个车流量的混乱 非常的严重 所以今天才办这个会刊 就请我们中央以及我们地方 大家共同来解决 中和连城路和土城金城路一带 目前正在进行捷运万大县的施作工程 这两条道路是往来土城中和的重要交通要道 一旦因为施工车流都分散到延级界一带 紧接着捷运二期工程也要动工 未来这附近想必对交通会造成重大的冲击 为提供其他的替代道路 立委吴奇明会同的地方明代 还有捷运的相关单位进行会刊 实际的现场勘查 而近林一旁往来土城和中和的合成路 能够有机会拓宽连接上土城的明德路一段 寻找可能的替代道路呢 后续的相关评估将由内政部营建署的道路工程组来进行